警隊於今年4月放寬入職要求 取消在港居住7年或以上的規定 只要在香港永久居民就可以投考 人事部招募組警司陳淳清表示 至今有15名投考人士 是原本不符合資格的人士 現時警隊大約有5,000個空缺 上年度只取錄了170名建籍督察 和484名警員 警方人事部招募組警司陳淳清表示 由2019年起投考警員的數字持續下降 上年度的取錄數字屬近年的低水平 而警隊今年的招募目標 是招募240名建籍督察及1,350名警員 陳淳清也認為 未來警隊的投考情況存在不確定性 因為本港勞動人口持續下跌 以及去年有調查指 6成的青年對加入政府成為公務員不感興趣 在5個警務大使中 3人有大陸背景 包括2人在大陸出生 當中1人13歲來港定居 另1人是駕駛香港去年先符合 在港居住7年或以上的要求 而加入警隊 她的丈夫也是警員 餘下1人則是在大陸的大學畢業